大家好 我是协仁慧你的人形故事机 前几期节目咱们讲了一个关于嘉庆朝的一些事 那期节目里咱们说了 嘉庆刚登基的时候 属于是那种真心想为大清朝做点贡献的 不过他在执政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 导致他人生高开低走 一事无成 一开始把和珅出了 然后就没什么事了 今儿咱说这故事还是发生在嘉庆朝的 听完之后您可能就明白了 嘉庆皇上是真难 要说这个事 咱们得从嘉庆四年的正月说起 这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 嘉庆他爹乾隆皇上死了 全臣和珅被刺死了 和珅咱就甭多说了 中国历史上最大贪官 同时和珅也是当时大清官员的榜样 这个乾隆朝的晚期 整个清朝的官场 那贪污腐败特别严重 甚至他成了一种生态了 无关不贪 不贪都不行 官员贪污的钱啊 归根到底来说都是从老百姓那来的 官员的这个贪污成风呢 老百姓生活肯定是水生火热呀 对吧 表面上看这段时间叫康乾盛事 实际上这大清王朝早就被榨干了 外枪中干了 这嘉庆皇帝除和珅除的那是特别坚决 在他老爹乾隆皇上死的第二天 昨天死今天就下手了啊 就把这和珅给搁置 然后之后很快就下了大狱 然后给他刺死了 为什么这么快呢 就是因为这个嘉庆意识到了 清王朝贪污腐败的问题 如果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话 那大清就亡了 要反贪 那首先要立一个巨大的靶子 就把最大的那个贪官给除掉 表示自己这反贪的决心 果不其然啊 这和珅死了以后啊 当时民间有一个白莲教起义 这个白莲教起义 他打出的口号就是反贪污的 这个白莲教起义呢 在和珅死了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各级官员呢 也有所收敛 不过这嘉庆皇上也明白啊 这贪污的这个根源 其实是来源于乾隆朝的中后期那种励志混乱 还有当时很多财政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嘉庆下旨 这个全国官员 平民啊 你们都可以直接给皇上上书了 举报揭发身边那种不法行为 同时呢 也可以给皇上我提意见 对吧 而且要求 所有人必须直言不讳 嘉庆为此还承诺了啊 绝对不什么秋后算账啊 绝对不抓辫子 不打棍子 解释一下啊 这个不抓辫子 不打棍子 这两个词组啊 是嘉庆皇上的原话 实录里就这么写的 这个旨意一下 全国上下的这个全国各地的上书啊 就像纸片一般就飞进紫禁城了 嘉庆这看的好家伙 眼都花了 这大清朝这么些问题 这一系列新政 史称叫嘉庆新政 嘉庆皇帝呢 确实也说到做到了 虚心接受这个官员啊 百姓的建议 有些这个平头老百姓 他在上书里的措辞 咱说实话很激烈 对吧 大骂嘉庆 就是甚至于就是说 就差把祖宗十八大给骂一遍了 嘉庆皇上也还不错 就是生气啊 但是没有迁怒于这些上书的人 而且呢 这嘉庆皇上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他确实啊 按照很多这个群众举报啊 办了很多官员 也确实改了不少的这个原来的一些问题啊 干了不少实事 从这嘉庆四年开始 就是嘉庆皇上正式继位开始啊 几乎每个月都有省一级官员的变化 仅仅是在嘉庆五年 全国十一个主要行省的什么总督啊 巡抚啊 六个人被撤职 两个人被罚疯 这种雷霆手段 咱说实话 别说在大清朝没有 整个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嘉庆的这个反贪过程里头 全国上下有超过一百名官员 因为这贪污被杀头 罢官 罚款 这些事呢 也震撼了不少这个心存侥幸那种贪官 有人甚至主动自首 以求从轻这个处罚 除此之外 嘉庆也明白 我现在这种东西啊 叫雷霆手段 不能光这么做 还得在这全国树立这个反贪的清联榜样 嘉庆皇上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当年帮他打倒和珍那玉石广兴 这玉石广兴人可不一般啊 他是当时被嘉庆受益向和珍开炮的第一个人 把这个广兴树立成典型 让他在这兵部当了一个侍郎 郑二贫 兵部侍郎 大概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并且呢 向全国推广他的事迹 嘉庆这一系列操作啊 看上去特别好 那他会不会改变这个清朝官员的面貌呢 哎 一点都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这贪污的问题啊 越来越严重 就拿这个嘉庆立的这个榜样广兴来说啊 他到这个兵部上任第一年 年底查账吧 对吧 那会年底要查账 查账一看 好 广兴贪污四万两银子 这给嘉庆气的 好家伙 我刚立为 我刚把您立为榜样 您现在带头贪污 刚要办的 一查 办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这案子 千者书的贪官太多了 兵部上下都参与了 从这尚书到底下那贪官都没跑 嘉庆没 你不能都杀了呀 对吧 按照当时的大清令 这个八十两银子以上就杀头 你这不能都杀 你都杀这兵部就空了 对吧 只能对这些官员 比如说像广兴他当时的处罚就是留步查看 对吧 然后把你的 然后发点缝 就完了 其他官员也大概也 也基本上就是这种处理方法 京城是这样 那地方上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这个嘉庆皇这雷帝风行啊 处置了不少贪官 其他官员一看 刚开始他们反应是什么呀 真是啊 吓一跳 紧接着呢 开始对抗朝廷 之前不少这个贪官啊 都是因为这个百姓举报信落马的 这地方这个官员啊 就开始了 这掐灭老百姓上书的通道 是不是 在各大路口 好家伙 严防死守 你不让你这根本就别想出你所在的那个村 对吧 你还有 你还想把信递出去 怎么可能呢 为了不让这皇上怀疑啊 这一下地方上少这么多信件 皇上肯定得有 他肯定得有疑问啊 对吧 皇上又不傻 肯定知道你这里怎么回事啊 这地方官员呢 就开始伪造这上书 这替老百姓开始写了 里头内容就变了 这原来是哪个哪个官员贪污了 现在是 哎 皇上您要多注意身体 是不是 您别老这么费心 就一下就变了 面对这个全国上下官员一致针对 这嘉庆皇上就真没招 乱了阵脚了 自己都麻了爪了 对这贪污问题那是束手无策 眼看这反贪就要失败了 哎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官员给这个嘉庆写了封信 这个官员啊 叫洪亮吉 这大哥不一般啊 他是乾隆末年的进士 从当官开始就以这个执言不讳啊 对吧 敢于怒怼 权贵怼 皇帝出名 那你想那乾隆皇上是什么人啊 对吧 晚年乾隆皇上那么自大 对吧 号称这个十群老人 那绝不能轻饶你啊 对吧 你这打我脸不行啊 就把这洪亮吉啊 革职打入大牢 差点就死这大牢里头 后来这嘉庆登基以后 特别喜欢这个人 就把这人给平了反了 让他当了一个严官 就是劝诫皇上的官 跟那个御史差不太多 洪亮吉给这个嘉庆写信啊 主要是跟皇上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嘉庆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啊 根源在于你爸乾隆皇上干的不行 这就导致这个官场腐败 再不彻底整治 咱国家就亡了 第二 中国这人口问题啊 现在凸显了 这人口问题确实是这洪亮吉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来的啊 这点确实特别厉害 他就跟嘉庆说啊 您这个比您曾祖父康熙在位时期啊 您这人口已经增长一倍以上了 那会儿一亿多人 现在三亿人 这谁少量啊 但是因为什么呢 您想您爷爷谁啊 雍正啊 雍正他有一命令啊 对吧 他就贪定入母 那不能收人头税啊 这又导致很多这个新出生的人啊 他不用交税 同时呢 这因为这个银子大量涌入 这发生了这个银子通货膨胀 银子早就不够花了 对吧 所以你这财政才有问题 第三 嘉庆 你这个曾祖父康熙说了啊 这叫永不家父 这条命的实在太扯淡了 对吧 现在国家面临的问题跟当年不一样了 这种政策早该变变了 第四啊 嘉庆皇上 你啊 不够狠 这种叫治乱世用重点啊 对吧 这你现在惩治贪官的力度不够啊 对吧 你就是把他杀了 对吧 他家人都在 他那些前任何你还追不回来 这不行 而且呢 这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你这皇上不够勤奋 对吧 才有今天这种局面 看完这封信啊 嘉庆差点吐了血啊 好家伙 洪亮吉 您这林老小子 这是把我跟我祖宗骂了一遍啊 是吧 从我太爷爷到我爷爷到我爸 到我你全骂了一遍 但是嘉庆冷静着一分析啊 这洪亮吉说的有道理 对吧 因为他自己也明白 他现在遇到问题很多都是祖宗积下来的 嘉庆皇上就非常矛盾 如果按照洪亮吉说的那么干 那可能能解决这个腐败还有财政问题 但是呢 这种就属于是什么呀 叫彻底否定了这个康庸前盛世啊 对吧 这彻底否定康庸前盛世 这是天大的不孝啊 那都是我父辈干的事啊 清朝号称什么呀 号称以孝之天下 那我现在要这么干 哇 您甭说 我这个合法性都会被质疑了 对吧 国本嘛 这种问题 国本不稳 江山不稳啊 但是呢 如果不按照洪亮吉说的干 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能解决现有问题 本来啊 嘉庆这会儿他只是两难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但是洪亮吉这会儿干了一件多余的事 彻底让嘉庆下定决心 洪亮吉呢 给这嘉庆皇上写完这封信之后 还把这封信腾抄了N多份 转手寄给了全国各地官员 还让自家的仆人出门 向民间就推广这封信 就念啊 公开就念 嘉庆皇上知道以后 那一拍桌的龙颜大度 那龙书案都给给拍碎了 信中内容 且不说你是谁写的 就这东西我皇上自己说行 对吧 我说那叫罪己诏 你说出来 首先这叫大逆不道 更何况您这还让老百姓知道 你这就是煽动群众推翻大清啊 所以嘉庆决定把这洪亮吉就要给办了 但是想把它办了这事啊 也有问题 知庆就是你你嘉庆之前说了呀 对吧 不抓变吧 不打棍子 你圣旨里自己写呢 那我以什么罪名处置这洪亮吉呢 嘉庆想尽办吧 那没招 还得是放弃自己之前的承诺 这洪亮吉这奏折里头第四条不说了吗 嘉庆皇上你现在这个还是不够勤奋 对吧 皇上呢决定从这下手 就在他这个奏折上了第二天 嘉庆皇上就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 就把他骂了一顿 怕这信往这个龙书案上一扔 就反复问一个问题 其他问题都忽略了啊 就问一个问题 哼 朕天天工作冷房 是吧 起的比鸡早 睡的比鸡晚啊 你还说 你这 这我这种工作孜孜不倦呀 这是啊 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 你胡乱吉 你凭什么说 真不够勤奋啊 你给我说 你说呀 你说得出来吗你 这不是小问题啊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非常危险啊 搞不好你们这些官员 就要像明末那个东京党一样了 动不动就拿那个 皇上你不够勤奋 这种片当话来糊弄我们 这是这是歪风邪气啊 我必须要对这种歪风邪气 坚决打击 跟各位说啊 朕不是因为他写了什么 那些辱骂朕的话 而是因为他的这种 他代表这种歪风邪气啊 我们要坚决与这种歪风邪气 做斗争 于是这倒霉的洪装吉没招啊 他皇上下命令了 被关进了大牢 后来呢还被发配到新疆了 但是这嘉庆心里明白啊 这洪装吉啊他没错 一点错都没有 他最多就是 你不该把这些东西散出去 对吧 于是下旨 行不上大夫 任何人不能难为洪装吉 火石你也得按照这一级 官员的标准给我提供 过了几年呢 又悄悄的把这洪装吉给特赦了 让他回家回内地啊养老 洪装吉到晚年啊 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这么写 如果这没有当年皇上旨意啊 我早被人折磨死了 确实在这件事 他特别感谢 这个嘉庆皇帝 洪装吉的案子呀 这个本来应该是一场轩然大波 但是就这么着 悄无声息的就结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案子 让这个嘉庆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从洪装吉案开始 嘉庆皇上就成了一个那种 照搬祖宗规格 照搬祖宗制度的那种皇上 他特意还写了一篇东西 叫守成论 就说了我先就是守成之君 守成之君 什么最重要 尊祖制最重要 对吧 就让嘉庆皇上彻底沦为一个 碌碌无为的皇上 同时呢 这洪装吉案还标志着 这嘉庆新政啊就完结了 对吧 刚开始就结束了 从此之后 嘉庆也再也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办法 解决大清的问题 大清王朝覆灭啊 那只是时间问题了 洪装吉案大概的流程啊 就是这么多 当初这个了解洪装吉案的时候 我都在想 这洪装吉他是真蠢啊 他以为把这真相告诉所有人 会让这个皇帝有一种紧迫感 对吧 这民间呼声这么高 这民间一窜子 你皇上不就得这么办了吗 对吧 但是 你这么做 却把嘉庆推到了 他必须要守组治的深渊 守组治这个概念啊 那真是可以说是这个 中国两千多年 为什么固步自封啊 他根本原因就在这 什么事我都得考虑组治 各位望向清朝组治是国本 那完蛋了 那离发展就越来越远 没招 真没招 好了 关于这个洪装吉案啊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谢仁慧 你的人形故事集 一样过三十五来 utveckla 我们下距离 我们下距离